有沒有辦法 你看這個儀錶板 熱血 渦輪車就做不到這次 你看Tag這個儀錶板 它可以拉轉的 只有自轉進氣可以這樣 欸 旁邊摩托車在看我們 先先接回來 嗨老命 各位 今天帶你們看 壞人的車誰做什麼形勒 各位 我跟妳講 這台車非常適合 開車出去不喜歡被別人按喇叭 你的男生跟你的學生 如果在學校開玩霸離的時候 需要一台車出來撐場面 甚至 人家說工夫在敲事情的時候 你也開車去敲下去 欸 廣話有差一步 自己聽得懂 自己翻譯 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台車 而且這台車B格真的夠 重點 我覺得這台車為什麼跟你們分享 因為它的性價比真的有夠高 你看 蕭琳娜不是買什麼C300 那個至少還要100萬 一半的價格 但是B格絕對不會輸給C300 而且開起來的感受也不會輸給C300 因為我現在講話你們可能沒有感覺 我們有找到一個透過關係 找了很久 找到一個長期受到霸凌的朋友 我們來演示這台車 欸 東華 我們這個朋友出來的時候 你記得要馬賽克知道嗎 後製要馬賽克 我們找一個長期霸凌的朋友 開這部車給你們看 好 東華你先上車 沒有 你自己後製 因為這個人不是你 你現在不是東華 你現在是演戲 OK 各位 我們現在找到這個重騎受霸凌的年輕人 好 等一下 你在下面看嗎 看看什麼樣子 沒有 欸 就是這個樣子 你有了這個車之後 再也不會受到霸凌 你在職場上 將會一盤風順 等他自己拍一張照給他 蠻配的吧 好啦 我們換一位真正能夠代表這台車撐得住的人 換一位真正的拍人 欸 拍人 拍人去 換一位真正的拍人 欸 東華 你知道什麼樣叫拍人 有恰理的叫拍人 好 下車 演示一下 開這個車就是門要打開 然後咧 走要在 不定時就在外面 有沒有 欸 你善精一點 我覺得這就是你的車 這是你的車 欸 東華 帶他去先合約 真正的拍人開起來就是不一樣 甚至像我這種有氣質的這旁邊 欸 也可以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屬於那種 文青 氣質 有才華的 不要下班好嗎 欸 我開起來其實也不錯吧 東華 對不對 有沒有 我跟這個也蠻配的吧 重點 東華 這部車才五十幾萬而已 只要你一年的薪水就可以處理 東華 簽了啦 東華 外觀的部分 帶你們看一下 這台車是2011年的B&W 530i 那前車主呢 他有升級的這個G世代的下保險桿 G世代的M5保險桿就長這樣 然後他的鼻孔呢 本來應該是銀色的 他也給他換黑化了 我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引擎蓋又拉了四條線做點綴 這個車頭可以說一出場 hold住整場 好不好 看你去什麼場都可以就hold住整場 那他的頭燈的部分呢 B&W的經典是 雙魚眼光圈頭燈 我說真的我覺得以前的B&W 3系列5系列比較看得出來 你有沒有看最近那個現在改款後的 不管是B&W還是賓士 他們的375系列 還有CES 他們頭燈都長一模一樣 不像以前的5 至少你還有辦法區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車側的部分 他這個輪框呢 採用了這個應該是原廠的 5幅式的這個輪框 但是他好黑了 然後這個胎呢是比較厚的 245 50 18 這個應該是Continental輪胎 Continental的PC6 這個屬於舒適胎 他在開起來之後路感比較模糊 可是真的蠻舒服的 割印也很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車側的部分 水轉印 CAMON LOOK後視鏡 這邊有水轉印 CAMON LOOK 然後搭配這個鍍鉻式條做點綴 那車側的部分呢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車尾 那車尾的部分呢 一樣採用了這個LED的燈條 LED它做點綴 但是這個車 欸 我要跟前哲我問一下 為什麼只改車頭沒有改車尾 車尾還是一樣原來的523的這個後包 然後但是後面有加一個尾翼 欸我真的覺得 東華你去調一下照片 我覺得以前的就是F4代的5 好像比G4代的5看起來霸氣一點 屁股好像比較霸氣 因為線型款變得比較流線 好 接下來我們看車內空間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車門板的部分 一打開 帶了大面積的這個真皮材質的這個門板 然後以及路各四條做點綴 然後這個呢是貼皮的 它以前應該是那個 核桃木飾板 然後看起來比較老氣 前車主他已經全部把它貼皮貼掉 黑化然後帶這個木紋飾板的這個 質感還蠻好的這個模 然後呢 以及這邊呢 這個4代的車 說真的都會有這個環保材質的問題 可是他直接把它加了一個carbon的這個蓋子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後我還覺得有點炫炮 他改裝了 欸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必須講我不確定 Ben & Opload就是BNO的音響 好 所以蠻炫炮 有沒有 這個帶氣氛燈 蠻有情調的 好 蠻有情調 好 我們看到車內空間的部分 來 OK 各位 我們看一下這個椅子的部分呢 因為F4代的5系列 還是比較強調舒適 所以我覺得它的椅子呢 看起來像家裡的那種沙發椅 它比較大張 包覆性比較沒那麼好 可是就是舒服 欸 這個車 這載給我今天覺得很爛爛 因為就是很舒服 很像碰翼 OK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 車內空間的部分 一個BMW多功能 增圓式的方向板 帶換擋撥片的 但這個沒有M Sport 所以它還沒有那麼運動化 不過這個房車就算了吧 然後它有這個電動的上下可調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它的儀錶本呢 它這個儀錶板是指針式的儀錶板 但我覺得它這個實體上應該還是電腦的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油了 結果我們馬上去加它那個指針沒有跳起來 所以它應該不是機械式的真的儀錶板 所以它沒有感應到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中控台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門板有拉法式黑 所以它整個中控台 整個延伸都是拉法式黑 不然如果以一般的核桃木會很醜 然後這邊也是 這本來應該是核桃木有沒有 然後我覺得它有改裝很炫泡 就是這個 B&O的這個音響 帶自動升降功能 但我不確定它是真的假的 那我覺得它是蠻帥的 B&O的這個音響 但是它這個密合度好像有點差 然後這個資訊木呢 就是以前的那個 這個應該是iDrive 5 這個年代比較舊的行車電腦 但我有看過有人改成那個G世代 如果覺得這個螢幕太小的話 中控台的部分就維持了B&W傳統的樣子 然後直到現在 現在的5系列好像也是這個雞腿 G世代的5系列好像也是長這個雞腿樣子 然後到這邊一直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個車真的保養得不錯耶 你看這個車我還沒有做整理 可是它這個整個裡面都不錯 OK 好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空間的部分 我覺得前面的話 應該要給Eason Eason比較高 Eason坐前面好了 Eason的身高 將近有181公分 那東華身高就比較矮一點 要好好加油 東華大概177公分 好好加油東華 多打籃球 多吃東西 好啦我們演示一下 你先調到你這個181公分的坐姿 我們看一下 這樣是舒適的嗎 舒適的是不是 好我們看一下後座空間的部分 欸東華很大耶 至少有一個半拳頭吧有沒有 其實坐在後面感覺怎麼樣 就還可以啊 頭頂空間呢 也夠啊 一個拳頭 而且它有天窗耶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 少一點壓迫感 少一點點 你說中間 我想知道中間可不可以 中間不行了耶 對絕對不行 沒有這個腳要放兩邊啊 腳放兩邊不行喔 中間這個太寬了 因為它是後輪驅動的 所以它後面它是一個國靈 所以這個車的長度是可以在 四個人非常舒服 然後再帶一個小朋友 跟大家演示一下這個空間的部分 確實還不錯 各位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這台2011年的 BMW直6 六缸的喔 530i 我們試一下 因為它這台車是NA的 NA的車的馬力比較小一點 但是它也伴隨著 它沒有渦輪 所以它的溫度比較不會那麼高 裡面的部件比較不會那麼壞 這是它的優點跟缺點啊 那我覺得 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車 這個車 我們買進來到現在 我有開了大概 兩天做代步使用 但我覺得這個車是這樣 它的這個整個氛圍呢很好 因為它這個車 當時新車價是兩百六十幾萬嘛 所以它的用料啊 算是很紮實 這個車現在呢 你看新車兩百六嘛 現在才 網路上的開價 大概以這個條件 會開在五十二到五十五萬 那我們賣四十九萬八而已 你要想以四十九萬八 可以買到這個條件的車 其實我覺得算很好了 因為這個車 它確實保養上會比一般的車貴 可是呢 它可以給你 你去花五十萬買到新車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感覺 因為五十萬的新車 絕對不會有這種隔音這種感覺 而且重點是 這台車很難的可惡 是這種車 通常都是俗稱的八加九在開的車 也不是說八加九不好 就是他們呢 比較喜歡在車上做一些抽煙 吃檳榔 做一些澀澀的事 做奇怪的舉動 所以車子會髒髒的 可是你看東華這個內裝 你看一下這個裡面 你看 東華你自己也蠻喜歡這個車 你也開了一趟去嘉義 這個車你覺得 你使用起來你覺得怎麼樣 就跟你駕那個國產的Kikis比起來 你Kikis還買六七十萬吧 這個車五十九 你不覺得他開起來你覺得有沒有差嗎 有沒有比較好嗎這樣 比較穩啊 隔音應該也有差吧 隔音也很好 隔音也比較穩 對啊 然後油耗這個車大概一公升十 那一定輸 還是輸是不是 對啊 那如果是你會不會考慮 如果你有五六十萬預算的 要買 買車 為什麼 這個車哪裡不好 它車價便宜 可是問題是 它的維修始終還是BMW 不一樣啊東華 你要想你開Kikis 萬一在這個 遇到車禍 欸對不對 前後夾擊 你的生存機會幾乎趨近於零 欸不是零 可能生存機會比較低一點 開這個車 欸 五十幾萬又可以保護你 難道你的命只值五十幾萬嗎 對不對 很好考慮啊 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所販售的氣壓避震器越賣越好 原因是工廠直接生產出貨 沒有經過其他反接剝靴 高價格低 提供給大家便宜耐用的管道 又有實體公司保障保護 幾乎玩爆市場 後續問題找不到人負責 當你們的避震器 故障的時候記得搜尋環面避震器 OK各位 它是NA的車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它的聲音 現在NA的車 基本上是有錢很難買到 不然就是超級貴 不然就是要買超跑 我看一下 沒有改管的NA NA的車 邏輯上 按空檔是可以那個的 跟摩托車一樣 是可以駕中駐在踩油門的 你看這個儀表板熱血 渦輪車就做不到這個 你看Tag這個儀表板 它可以拉轉的 只有自然進氣可以這樣 旁邊摩托車在看我們 先先切回來 NA的車就是對位 這個車回去呢 再稍微改個排氣管 聲音就超兇 因為NA的車又六缸 所以這個聲音改起來很好聽 50萬改個管 聲音可能比那些幾百萬的 渦輪車好聽 根本就 就買了吧 不用考慮了吧 好不好 我們這個試駕就到這邊 OK 各位 跟你們分享一下後座的感覺 我覺得呢 他們載了我一段時間 我整個體驗下來 後座呢 可以說是 猶如一個這個 小型的移動城堡 想到這個車價只有這麼便宜 會覺得非常超值 就是平常我們 我們坐這個價位的車 不會有這種後座的體驗啦 那 最後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車 那 這個車的新車價是 266萬 那現在是2023年 那我們 這台車是10萬9千公里 然後開價我們開在 498 498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那如果各位 如果買車想要稍微有點優位的話 記得帶上通關密語 玩命比金城武帥 打折 打到骨折 斷 你先不要咔 還有最重要的 插入避震器廣告 好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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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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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